所謂的深度旅遊呢 包含了有金工 有割刀 有餐桌 跟美酒加油等等 到底要怎麼來實現 讓我們歡迎iState 各位名稱來賓大家好 我是James 那今天我要向各位介紹 iState的產品及服務 台灣網路旅遊產品的情況 以及未來iState的發展會是什麼 iState是一個在2013年7月上線的 體驗活動預定平台 我們專注在玩樂上面 每一個活動我們都親自去玩過 確認他真的好玩 品質的靠我們才會推薦給你 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 所以是加入iState之後才發現 原來一直玩也是會累的 那我們的收費模式是CPS 也就是Code Per Sale的模式 當今天有一位客人預定活動之後 我們會先跟他預說全額的費用 那客人去玩玩 我們才將這筆費用扣除我們的佣金 再退回給企業的提供商 那我們的佣金比例一般是在15到25%之間 最初的市場是勝利在台灣 那為什麼我們會是在台灣呢 除了這是我們所熟悉的地方之外 台灣人其實真的很愛玩 台灣每個人平均每年的出遊次數是6點多次 再乘以2300萬的人口 大約就有1.5億的國旅品質 再加上這幾年 入境旅客成長了333號 行程台灣一共有6451的國旅市場 那大家可以稍微回憶一下 上一次在台灣出遊是去哪裡 可能是去宜蘭 是去陽明山 或是去九份老街 那這些景點通常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一到了假日 人都超級多 我今天只是想要出去好好放鬆一下 休息一下 結果看到的人都是一群人 時間都花在排隊啦 或是打卡上面 沒有玩到什麼就回家了 但是我相信你們跟我一樣 不喜歡這樣的情況 我們想要的是我們一到了現場 不用排隊不用跟別人擠 就可以玩到我們真正想要玩的東西 所以玩樂活動的預定 其實它是越來越受到重視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目前的大型旅遊網站 還是著重在機家酒上面 行程也以出境旅遊為主 缺乏的是一個台灣在地 有特色有深度又好玩的體驗活動 所以我們認為Tour and Activity 它其實是目前網路旅遊產業的最後一面安排 那這是我們網站的首頁 所以我用這張圖想各位介紹一下我們的產品 像現在夏天到了 戶外冒險活動是絕對不能少的 攀岩啊 溯溪 古墓州 還有颱風天一定要去的帆州 那像這類型的戶外冒險活動 其實也是非常受歡迎 如果家中有小朋友常煩惱 假日不知道要帶他去哪裡玩的話 那你一定要來逛逛我們的親自專區 程式冒險像是泡泡足球 實境遊戲 密室逃脫 還有一些手作課程 廚藝教室等等 也都提供都市人的 不用跑很遠 不用花很多時間 一樣也可以有個高品質的玩樂享受 那這些全部所有的活動 除了他們真的很好玩 品質很好之外 你在別的網站也幾乎都看不太到 為什麼咧 因為這些體驗商 都是藉由NightState 第一次從線下來到線上去做販售 跟我們都有獨家合作的關係 那我們目前合作長在一個禮拜的時間 提供超過300個個式的活動 每一個活動都可以24小時去做定位和確認 上限兩年以來 我們已經累積超過24000筆的訂單 其中有超過26%的回購率 我們也被動的接收一些企業 組委會小數團體類型的訂單 發現到說他們的回購率其實是更高的 那這也會是我們下半年的重點項目之一 去年我們做到了4500萬的銷售盒 而在今年的第一季 我們就已經比去年的第一季成長了將近三倍 在今年我們會完成全台灣優質企業商的開發 接著我們會開始做外國人玩台灣 跟國外的旅遊經銷通路去合作 在他們的網站販售nice day的產品 那我們目前已經跟大陸最大的自由行業網站 叫馬蜂窩洽談到上架等等的合作細節了 我們也會跟旅遊業者合作 在他們的實體通路或是網站販售nice day的行程 今天一個旅客假設他的行程臨時取消了 他甚至可以早上就來逛逛nice day 下午就直接出發去玩 那引進外國觀光客這件事情 其實解決台灣的體驗商有很大的問題 是說他的銷售都集中在加入 平日的位置 並非大家到上班跟外國才出去 當使用者習慣在nice day上面 訂購玩樂活動之後 我們便會順勢的推出國外的行程 除了會去跟當地的系統商具做對勁之外 我們也會派我們自己的開發人員到當地 去確認每一項活動 都有真正符合nice day 好玩 優質 有深呼的精神 我們的共同商賣人有四位 那執行長Frank 他本身是做旅遊雜誌出身的 他有八年的經驗 在做內容上其實是經驗量很豐富 在旅遊產業也有很多的人脈跟資源 很多人來到我們的網站 其實第一件事情都會說 哇 你們的網站好漂亮 照片也都拍得太精美了 沒錯 因為我們的照片其實都是 我們的雜誌社 用非常昂貴的相機 還有專業的攝影器去拍攝出來 其實我們說在 我們在做內容上 其實是下降很多公司 nice day想要做到的事情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不要再上車睡覺 下車聊聊 我們不要只是出門打一打就回家 我們要讓開開心心的出遊 就可以玩到真正好的公司 我是nice day 謝謝 好 感謝nice day帶來的解說 接下來這家公司呢 是聯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他們的產品